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燃 上期视频说点赞超过500我们就做生存挑战 好家伙,你们干到900多去了 因此小燃会在周末双根更新一期 无意思枪械生存挑战 顺便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本期视频点赞也可以超过500 感谢大家 今天就给大家来新版宝可梦模组 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个宝可梦模组 它今天是更新了 出了很多新的宝可梦 同时也出了一些角色火箭队 火箭队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我会在视频最后告诉大家 一个登场是水系的宝可梦,成龙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普通版本 一个是闪光版本 成龙它不能够进化 可以搭乘人们在海上航行 相当于是坐骑神奇宝贝 在模组里面 它不仅能够在海上航行 同时呢也具有攻击力的 在生存模式下 它也能够保护我们 就是它在陆地上的这个速度 确实是有一点慢的 在动漫里面成龙是不能够上岸的 在模组里面可就不一样了呀 直接解锁上岸登陆的能力 这个紫色的它是闪光形态 之前的话小燃说它是超进化型 其实是错误的 也是很感谢评论区的一些小伙伴 帮小燃指出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然后又是新增的神奇宝贝 嘎啦嘎啦 可啦可啦 嘎啦嘎啦是进化型 可以很熟练的使用它的骨头棒 骨头棒可以当作回旋标 去攻击对手 在这个模组里面还是比较可爱的 然后又是新增的神奇宝贝 尼多兰 尼多狼 还有尼多利诺 尼多王 它们是毒系的神奇宝贝 可以使对手中毒 尼多王也是非常的帅气 它们的颜色不一样 小燃没有给大家做介绍 我感觉这个宝可梦的模组 做的是越来越棒了 现在它不会乱刷宝可梦 在不同的地形当中 可以生成不同属性的宝可梦 越来越有PC端的味道了 阿伯怪也是我们新出的宝可梦 在草原地形上经常容易遇到 好像是因为属性相克的原因吧 我们的阿伯怪好像打不过九尾 这个九尾也是比较的厉害好吧 直接巧妙的运用地形 把阿伯怪给卡死了 接下来也是一个新增的宝可梦 不过这个宝可梦的话 小燃好像还没有见过 它的脸感觉有点像鬼子虫 不过鬼子虫是紫色的 它的话这个外壳是蓝色的 有没有认识的小伯呢 如果有认识的小伯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燃哟 这是呆河马 是由大蛇备和呆太兽 合体进化而来的神奇宝贝 是水溪的 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呆萌 话说如果我们在生存模式下 遇到危险了 这个宝可梦会保护我们吗 好了好了 我们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好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的火箭队 这个火箭队他们就很厉害了 我们只需要打一下他 他就会召唤出自己的宝可梦出来对战 而且大部分的宝可梦都是高级的宝可梦 每一个人的宝可梦也都不一样 但是的话有几率会重复 看吧 就相当于抽奖游戏一样 他们召唤出来的话 我们能不能驯服呢 如果可以驯服的话 我们来换成生存模式试试吧 他召唤出了喷火龙 没想到这个喷火龙还会发射火焰弹 我的天哪 直接把我们给秒掉了 好吧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也是差不多了 以后的版本中可能会陆续的出神兽 我们也是十分的期待呀 那么喜欢喜欢你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拜拜